关于wordpress.com和.org这两个产品 我们该如何选择 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判断标准是我们拿它来做什么 如果你用它来做一个个人网站 那这个个人网站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盈利还是为了展示宣传 或者说你要为这个网站付出多少金钱时间和精力 这个是在考虑的 关于这一点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 我们主要讨论一下企业该如何选择 这里面又分三种情况 一个是我只做一个企业展示网站 我不展示产品 另外一个我需要展示企业 又要展示产品 但是我不实现支付 也不实现在线购买 如果说这种方案我建议购买 ORG方案 如果说你要做一个B2C的网站 又要有企业又要有产品 还要有支付 在线购买 还有物流等等 你可以选择 ORG 也可以选择.com 还可以选择Shopify 这里面还会细分 如果你做的是面向国内的网站 我之前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客户 他们都是企业 他们不展示产品 只展示企业和一些新闻 像这种情况 买一个国内的主机 再买一个域名 再用wordpress.org的安装包 安装一下 然后再买一个主题 这种主题是一次性的 60美元 像这种主题 一般用Avada主题和B-SIM主题会比较多一些 网站的页面数量也不多 这是对于无产品的网站来说 一般做外卖网站 它都会有产品 也就是B2B的 这个B2B的呢 我也建议用wordpress.org 同样需要购买一个域名 购买一个国外的主机 或者在欧美 或者在新加坡 同样也需要购买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 我们打100美元 这是10美元 主题是60美元 这两个是每年续费的 这是一次性的 成本就是这么多 这只是明面看到的成本 但实际上 我们做网站 是要用主题的 至于说你这个主题会不会用 有很多人买了主题之后 它并不会用 最后鼓刀了半天 最后还是放弃 用主题或者插件 做网站是需要一些耐心 需要一些知识 需要一些经验的 才可以做出了一个 稍微像样的网站 企业的B2B网站 和没有产品的网站 我都推荐的是点ORG的产品 如果你要做一个B2C网站 其实也可以选择ORG的产品 这里面要安装WooCommerce B2B的网站也要安装WooCommerce 这个WooCommerce插件 它是免费的 但是如果你要想实现B2C的功能 除了WooCommerce之外 你还要做很多相关附属的工作 学习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除了学习成本之外 还有一些需要购买的插件的成本 用.ORG产品做B2C网站 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比较耗费时间 这个难度比做B2B网站 又上了一个等级 如果你是要做B2C网站 可以选择.com 虽然我没有用过 但是我感觉它那个还是可以的 据我了解 更多的人会选择Shopify Shopify这个产品 我经常看到它的广告 除了它的广告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Elementor 我也经常看到它的广告 通过广告来看 它的用户群体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一般用户 我建议选择这种 用户基础比较大的产品 另外据我了解 还有一些客户 他开始用过Shopify 但是后来他想转用 这个Wordpress.org 这类用户也不在少数 上面就是我给出的一些解决方案 仅供参考 希望能帮到你 我是Euchire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